華連德魯古國際馬拉松比賽 獨算過 算不算選手 批評這十萬人的活動 批無透動 馬拉松的選手 走到疲慢 去北京站 算不提供水 很多人是去接山水喝一水打 還有人發言說 這主辦單位 把選手的招牌本頂打起 讓選手批評很失望 這是設施地華連基行的 泰魯古國際馬拉松比賽 一萬五千的拋架 在台北面穿兩後 享受在國家公圈來走的自理 不過一些招牌 遭到補給站的時候 發現沒水可以喝 這次到那麼多補免費 怎麼會連水就沒有 發生什麼事情了 沒水 沒水 沒有水 超級爛的 就是幾乎現場 那時候我到的時候現場的人 完全都沒有水 然後我們就問說還有沒有水 然後都說沒有 補免招牌本頂打 剛才可以接路邊的山莊水喝 不過團車有人登場後落寫 另外補給站的收安噴這也不夠 還有21公里的法治公列中白問題 面對普平主辦當然說是平國天氣出貨 不及水不過是我們評估錯誤 其實是細的原因 當跑得把那個水龍頭打開的時候 我們也是用大香水 他們打開的時候就那個就沉水 但是後面就沒有關 造成水的 得主力比較關 雖然泰兜國國際也算是 本來是電話民國都拋下火星班 不過華年政府在日空一數年收費 主管之後 該由華年官替由火星班 報警的問題一直讓人批評 我感到這支管政府生班冷靈 我們在這邊嚴正的請華年縣政府 要來思考跟評估 如果沒有能力來辦理這麼大型的國際賽事 就應該把這個主權還給專責的 專業的團體來辦理 華年官替由火攻不會三拼幾節 已經調去檢討會 前對保吉不求這個錯誤 提出改正 變成把國保吉時無法 報警報的作案態度 反對中白的會報警寄出 變成向報名的拋架會失禮 記者中華報導